我們來介紹一下剛剛同學遇到的問題 這個在我們第二堂裡面的這一個 這一個 打開之後你就發現 因為這個是初學者最常遇到的問題 那你如果發現下面有一條這個 然後它都不理你怎麼操作都不理你的 就是這樣 但是各位也不要看到顏色就說都是這個問題喔 因為它裡面是在有字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你看我把一個按鍵按下去 我偷偷給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按哪一個按鍵 鍵盤上的大型 那我今天如果我的這裡 我隨便拉動一下 有沒有消失了 對不對有沒有下面出現這個 這裡它告訴你 Fresh Disable 也就是我們上面更新取消了 事實上它會這樣設計是有它的一個歷史源源 也就是說以前 我們電腦的速度 還有就是整個硬體上 它沒有辦法 這麼快的時候 那對於剪接或做特效的人來講 它很麻煩 所以 如果它對我們這個軟體很熟悉的 它可以直接就做剪辯 加特效做什麼事情 不需要看到上面這個預覽 這樣了解嗎 所以在我們AE的設計裡面 當你按下鍵盤上的大寫 它就會把上面這個預覽關掉 你只要把大寫停掉 有沒有回來了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可以關注一下 你那個大寫的按鍵 那個燈有沒有亮起來 如果有亮起來 不要懷疑 就是 你只要做動畫的時候 有改變 它上面就不會再做更新 這個是跟各位說明一下的 對於是